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 今天我們就來到一個 多舒適又陌生的地方 我想大家很多人認識我 都是因為我吃 譚仔的特辣 或者雙特辣 但是呢 其實我頻道到現在 都是沒有一條影片 是關於特辣或者雙特辣的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別人頻道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譚仔三哥 吃這個雙特雙馬 給大家一個參考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辣度呢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點了 要個 雞肉豆泡 魚蛋 麻辣 雙特雙 鑽薯粉 小薯粉 你剛才的反應有點過癮了一下 其實是否沒人叫 但最辣是不是就是這個 是啊 可能遲些知道我們有這些人 所以可能要再辣一點 其實它最辣是寫到它特辣的 然後它只說特辣之後 可以再加一次就3元 但是它是不能再加很多錢 我記得 謝謝 哇 其實我每次吃辣都還是會很緊張 就是做事這個辣 我知道我應該是吃到的 但是我還是很緊張 但是我還是很緊張 好啦 我們要計一計 我吃這個要用多少時間 都循例了 對不對 現在是7點43分 那我們看一下我吃完 要用多久的時間 很期待自己一定吃得完 這次可能是 收了皮 可能每一次的辣度不同 看看 為什麼一定要藝豆泡呢 超辣 其實我每一次覺得 三哥或者炭仔都好 它的辣是甜甜的 所以我覺得算是挺好吃的 挺容易入口 我不會說很辣 真的嗎 是啊 你不覺得有種甜味嗎 吃了是不是我才吃到 我沒吃過 我其實很想試一塊豆泡 我不是吃你一塊豆泡 你喝一口湯 沒有 沒有 那塊豆泡 會不會有人說 吃一口也不用了 不夠 你先吃豆泡 還是浸到最後再吃 什麼 因為我的極限好像是大辣 但是你沒有機會吃特辣 沒有啊 我記得大辣很辛苦 吃了我沒有 有十幾年 蛤 原來你這麼吃得辣 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考試 考會考 每天吃 由三小辣吃上去 一直在聽你的故事 我想說 其實我中學的時候 我不是吃這麼辣的東西 其實我真的吃炭仔特辣的時候 拍那次 才是我人生真真正正的 吃一件最辣的東西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都不是這麼辣 叫做 行了行了行了 然後我才瘋狂吃辣 他幫我按了開啟 我自己啊 我自己覺得 他無論是特辣 雙特辣 其實我覺得跟大辣的分別不是 他真的很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純粹是加麻粉 如果我每一次 特辣也好 雙特辣也好 我都覺得會很辣 但我每一次吃到口的時候 都覺得他應該是得大辣 所以是輕鬆的 為什麼今次要拍這段影片呢 其實真的因為我吃太多辣 是想給大家一個準汁 大家平時看到我吃辣 其實反應不是很大 但是又很難讓你們知道 那樣東西究竟有多辣 所以我今次才特意拍一條 這是一個大眾可以知道的辣 所以我就拍這條給大家 以後作為一個參考 那樣東西是 究竟辣過雙特辣 還是沒有雙特辣那麼辣呢 好害怕 我以為已經彈到了 今天很容易彈 因為他那個小 我不是叫他小薯粉嗎 他忘了小薯粉 我不是多了很多樹 其實相比起的話 我覺得上次村子味是辣很多的 因為一來 你看我吃過的嘴都很緊 其實我懷疑 我每一次吃親辣都有 你們看之後可能都有 但是那次湯是真的結很多 好像煎麵一樣 湯很好喝 湯真的很好喝 有興趣試一試湯嗎 好啊 先試湯 給裡面的料理 有時候被人說你會幫我吃 其實我想吃過豆泡 但是又說吃了你的東西 等一下再買 可能你覺得雙特辣是OK的 不是啊 很辣的 但是我吃到 你吃到 但是整碗呢 應該長吃會不會 差不多 我感覺到 Jimmy壞了 應該大辣 但是雙特辣跟雙特辣的分別 不是真的太大了 是啊 厲害的 吃過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自己覺得 真的不太行 但是我淡湯已經開始燒了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上次吃雙特辣 可以吃了一小時 沒有再說什麼垃圾 不是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拍得 吃東西的影片多 不然大家原來覺得我好大吃 其實 真的好大吃 本來想細食一下 吃個小米 我忘記幫我走 這次的影片不可以剪那麼多 要快鏡多一點 不然有人說 Kimi一定倒了麵 喝完湯 但是那個喝完湯 是一個成就 這個喝完湯 不是一個成就 是順肥 快要開關了 可以去日本試 試蛋仔 是不是試三個 不然有人說錯了 煮蝦糞 現在是55分 剛才有多少分 40多 42 現在吃了10分 10多分鐘 已經有點開始飽了 還有兩隻土肥雞 兩隻都是我的 和Kimi去吃飯 怎樣可以阻止Kimi吃這麼多東西 吃辣 現在都七七八八了 還有湯和蔬菜 如果說辣 依然是大王 刺痛 長久了 那個真的叫做 一隻可以死亡的辣 很脆 我的褲子很緊 吃的 這麼多次來講 那個是叫做 入不了口的辣 因為 就算你說上次 酸菜魚我們吃不完 也好 但那個 那樣吃下去 我們還是覺得 是好吃 頭兩三口是沒事的 但大王 那個是你吃完幾條 你就感覺到馬上有事 所以你就知道 那個不是同一個頂級 吃辣最辛苦是吃不熱 為什麼上次 100萬度好像輕鬆了 就是因為我們的麵 浪乾了 還有湯 我們去到最後 已經等到它變得凍湯 不然應該會很難受 所以吃辣限時 我覺得真的挑戰不夠 你可以挑戰辣 但不能挑戰吃辣的限時 這東西是熱的 你辣的冷的 去挑戰是OK的 辣的熱的真的不要搶 所以這東西 我是在出煙的時候吃的 如果它不是出煙的時候 它應該更加不辣 其實彩仔雙特勒真的不太辣 它只是一個吃辣的入場圈 尊重的是 因為坊間吃很多 那些挑戰級的辣的食物 一定全部都辣過這裡 我每一次拍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吃不吃都好 我都很害怕 別人真的會去試那樣東西 自然出事 所以大家如果要試那些的話 首先先試這些 這些是入場券 如果入場券你有了 你才會去試 就像上次的100萬 店家都要你吃完100萬 才可以吃200萬 這條片其實不是一條什麼 吃辣的挑戰片 是一個中告 最後一九九九 一二三 好厲害 吃完之後 我們補回吃完的時間 就是8點04分 即是吃了20分鐘 Kimi原來不只是大吃 而且要吃得很快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 是讓你看到吃辣的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以後我再拍些什麼吃辣呢 看到我的樣子比這個 大家就知道什麼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我Youtube頻道 還有記得開啟鐘 我們下次再見 有什麼吃辣的東西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Bye Bye